这是我男朋友邵依晨 在公司这么久 也没见过你男朋友 这是刚刚交往的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现在小年轻做公司 跟闹着玩似的 星辰科技 季星 邵依晨 要是哪天分手了 这公司怎么办 你什么时候开始 对前员工这么关注 有男朋友也没事吧 也没结婚 季星已经研究出模拟产品了 你再不出手 他要是接受了别人的投资 你可就真一点机会都没了 星星 我们结婚吧 但只要你投资了他 他就是你的缘故 黄哥 什么 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我们图便宜租了一台村里打印机 别走 别走 结果对方卷钱跑了 我 我们公司账上现在是一分钱都没有 你能不能看在 您和兴姐大学一块参加个比赛的份上 给我们投资 私交是私交 工作是工作 如果你们连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住 投了你们也是白投 你们要真为他好的话 就劝他接受我的条件 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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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是个聪明人 就不会接受韩苑的投资 我是觉得季小姐 现在已经进入绝境了 如果再不接受投资的话 公司就要倒闭了 那么你们对投资人的想法是什么 一千万百分之十五的股权 投资与被投资 是个双向选择 如果这一点压力就能让他失去判断力 那我投他也没用 我同意 但是我要投两千万 百分之三十三点四的股权 百分之三十三点四的股份 已经可以拥有一票否决权了 他以前投的公司 创始团队都被他架空了 我觉得星辰不会成为例外 可是咱们也不能因为 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危机 而放弃眼前的救命稻草呀 一旦苑总投资了他 他就站到了您的队里面 到时候你真的要 亲手洽灭星辰吗 季行 我不觉得有人会答应你的条件 东夷有智慧云医生 海内外用不完的数据库 光是这一点 别的投资人就比不了 但别的投资人都很和气友善 和气友善 能解决星辰的问题吗 那些创业者在我投资他们之前 都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离场的时候都身家过亿 你们这些创业者 不就是为了实现财富自由吗 我也想实现财富自由 但是我更想要一个 能实现理想的舞台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这个季星啊 绝对是你事业征程上的客行 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能一而再再而三地 打乱你韩亭的谋虎 他把我们星辰贬得一文不值 让我们自我怀疑 他想招歪我们 你透露太多了 要我说你直接投机先算了 反正未来又不希望他有多成功 能够反补东一 纯粹是感情上的事 哪那么多玩玩扰人 我不会为了这一个女孩 放弃我的投资理念 一定创业成功 星姐 太帅了 韩总 季小姐 这么巧 来吃饭 约了个投资人 这么厉害啊 这么快约到投资人了 是个天使投资人 韩总 要不您先走 好啊 星星 快起来 我还以为季小姐要签约了 哪有投资人投她呀 她之前接触那些投资人都特别不靠谱 还有一个更绝的 直接想重金招安我们星星 用星星的话来说就是特别狗 是吧 特别狗 季小姐没事吧 如果有需要 不妨试试找我啊 我谢谢你啊 客气 招安条件依然有效 怎么样 捕猎成功了没有 她决定介绍你的工作邀请了吗 又用批判 又用批判 竟然掌握 你是不是准备找 3D医疗打印的工作 猜对了一半 批判收到了 收到了 东洋医疗特别棒 谢谢您 但是我已经决定了 自己创业 创业 我还以为你打算宣布婚事呢 我都准备好欢呼了 创业就不值得欢呼 走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的梦想 我就是不喜欢那帮人 所以我宁可死在沙滩上 我也不要死在那儿 就是这儿了 之前一直做诊疗机器人 突然转向去做3D医疗打印 凭什么觉得你会成功 韩总 您出国之前 也是一口流利的德语吗 不撞南墙不回头 梦想应该要被鼓励 但梦想再远大 也得立足于现实 星星的性格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撞南墙不死心 她如果一直有这个执念的话 反而没有办法 真正地安定下来 创业 你们不行 既然韩总不愿意投 毕竟是孝友一场 买卖不成情谊在 没有情谊 生意厂商不是朋友 就是敌人 陆怀祥 走走看 天真 这次你这个事啊 这么一闹 升职的可能性是不大了 为了平衡大家的情绪呢 只能委屈牺牲一下你了 凭什么呀 我才是受害者 季星 我希望你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不是每个公司 都能让你做你喜欢的事 我辞职 我认为你 这点委屈 承受不住 我不是突然觉得 人比代码复杂多了 你觉得 复杂而回报不成真比呢 韩总是有读心术吗 你是做人工智能的 机器人都需要不断地学习 和适应环境才能不被替代 但是我就是不想被童话 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不用扶我 我自己能走 星姐 你在好好考虑考虑 跟我一块创业的事 三迪医疗打印前景很好的 而且是面向所有的变换 他年轻的时候 那条腿让车给压断了 现在是个假之 就因为这条腿 一个人过到现在 耽搁了一辈子 不想被童话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找到自己契合的群体 加入东医吧 今天两个看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集 有点强烈